Lillian Westwood Hello Vogue 我是鄭怡農 我今天要來介紹我的包包的裡面跟外面 我這個包包呢是Lillian Westwood的包 那它其實品牌精神啊等等的 也都是從小到大都覺得它很酷 現在是一個大人了 想要有一個比較像大人一點的包 但是我還是希望可以是後備包 因為我的東西通常帶很多 所以找到了一個很適合自己的包包 我在工作的時候非常需要的東西 就是我的Switch 這個是魔物獵人的包 我在光華商場看到它的瞬間 我就黏在那邊不動這樣 很開心的買了它 我最近在玩的遊戲是皮克明 前陣子玩很久到現在還沒破的是薩爾達 還有蓋鐵軌的遊戲 還有很多 我很需要戴墨鏡在身上 可能跟我的個性有關係是我是害羞的人 所以一旦我到一個地方可以戴一個墨鏡 會讓我比較有安全感 我有很多副墨鏡 那這是其中一副我還蠻喜歡 並且會在表演的時候戴墨鏡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戴什麼墨鏡都蠻好看的 我是一定每天都會戴自己的水壺出門 那只要到有可以裝水的地方我就會裝 尤其在表演的時候我一定會戴它上去 補充非常大量的水分 對於環保這件事情基本上我就是盡力去做啦 在我可以的範圍之內 那我覺得做的舒服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推薦大家像這樣子很輕鬆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大家一起來執行 來介紹我的香水 這是ASOP的 我喜歡木質調 那我很需要有一個可以讓我覺得有自信的味道 用到目前為止算是 有把它當作自己的味道的是這一瓶 這一款是叉子糖的護手霜是荷葉寶石 這個很重要是因為我平常彈吉他 然後最近在很努力的為了演唱會練鋼琴等等的 彈琴之前擦一下 琴和會彈得比較好 因為很悠悠的 一天大概三四次 就是我到目前為止用起來很順 它不會過分油膩 味道也很舒服 然後又很輕很小挑 接下來呢 是我最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驚豔的一本書 叫做《如果我們無法以光速前進》 一個韓國的女生叫金草葉 它是一本科幻短篇小說集 年輕的亞洲女性的科幻小說 無論是文學界或是科幻界都不是那麼常見到 所以它的觀點非常的獨特 我看完是中間有一度的時候 我是直接攤在椅子上 說這也太強了吧這樣 我選書的偏好科幻是其中一種 科技跟人性之間的關係 我非常有感興趣 看書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靈感來源 我需要在裡面去尋找我對這個世界更多的熱情 然後在裡面獲得一些滿足這樣子 接下來是我的iPad 我在創作上現在最常使用的就是直接在上面寫歌詞 或者是如果我有任何的靈感的時候 我會立刻趕快記下來 我覺得也少使用很多紙張這樣 之前我的製作人是有直接用iPad的Garage Band 做出一系列的作品的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世界 推薦給大家玩玩看 接下來是我的耳機 其實我通常在包包裡會塞兩個耳機 這款是Nothing Ear 它是比較刺激型的 低頻啊高頻都比較多 所以喜歡聽電子樂的人 聽它會覺得特別的爽快 Apple耳機其實它是一個平衡性很高的耳機 一般的流行音樂可能是演奏類的 它是CP值很高的耳機 所以我就可以這兩者來回的比較 那這對於我們在混音上面的幫助是很大的 最後在我包包裡面出現的就是這個 我在8月6號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的新世紀的女兒演唱會的門票 那這是我最近一直很認真的在籌備的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在8月6號的時候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跟我見面 我相信應該會是大家從來沒有看過的一種演出方式吧 還有可以稍微透露一下現在也在練 所以這個是全所未有的挑戰 就讓我們看會怎麼樣吧 我現在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以上呢就是我包包裡面的東西 很高興讓大家用這樣的方式了解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其實蠻浪漫的 嘿 比較顯瘦 結果 想達到的東西很明確 所以需要進步 森林 因為我是從小在山上長大的小孩 以前是野貓子現在是誠心人 顧身體很重要 這個很難耶 應該還是唱歌吧 就是待在演唱的舞台的時候 還是我最可以發揮自我的時候 筆記本 但現在是iPEG 星座 可以結合吧 理想上不是應該一起嗎